好,再一個話題就是 好像今天的東太網上還有一個 報導 說大陸現在禁止 禁谷巢 禁止演出古裝戲 我看這個報導也是沒說到點上 好像是有宮廷戲說 現在的主政者怕這些宮廷的鬥爭 搞到現在來整他來了 其實這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 最根本的還有一個原因 大家都沒有 指出來就是 五千年的傳統文化 你只要拍一點土代的 比如說漢代的事情 漢朝皇帝 如何如何在上朝 那你就得演這個法治健全 那你就得提到董東書 你要演漢朝你就得提到董東書 還有 你再怎麼毀滅傳統文化 你只要一演古裝戲 人們就看到了 哎呦那個時候 明月傳都是秦始皇的真祖父 真祖母 怎麼那時候法治都那麼健全了 他就要質疑現在的法治 怎麼被49年以後非法的國體和正體都搞成這樣了 還在這兒法治不健全 你看秦始皇的真祖母那一輩兒的都已經法治都那麼健全了 因為他共產黨是毀滅人類嘛 馬克思的飯田他是毀滅人類的中心的 而這些古代的皇帝呢 各朝的皇帝都是為了江山社群千秋萬代 所以他不是毀滅性的 所以他都是認真地在健全晚進 這容易就是讓人有鏡子有對比吧 可能是這原因 不讓人不放下 不是習近平的 是共產黨 附在他身上 共產黨 共產主義 都是馬克思的理論的 執行者呢 中國的漢奸呢 他寧願要毀掉五千人的 自己老主張的東西 就這些漢奸 旁漢奸 只要你說馬克思好 共產黨好 你就是漢奸 你就是不要五千年的錢 那這個馬克思又是 共產邪靈 沙旦摩在人間的神 這個這個 共產邪靈 沙旦摩 它是對神 你不是有一個話嗎 我雖然到不了你那樣的能力 但是我能毀了你 製造的一切 製造的生命啊 建築度啊 從他發家 巴黎公社到 到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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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肉罵大林 這共產黨幹啥呢 花蕾了十分之九的雕刻繪畫 全都被毀了 街头艺术和宫殿艺术 还有这些书座 被人留下了找回神的路 都被毀了 毀了还剩本 然后就是 列宁十月革命大屠杀 屠杀会计 血流成五老 然后就是 汉塔人的五千年 全都文化全都毀了在这 文化当的命前三法五法 精神才毀了在这 然后文化当的命前 尊德后是 尊弃 他就是 不要你看到 马克思的 汉奸们在中国 总之在七十年的一个对比 一老眼武装片 就有对比 哎呦我们那个时候挺好的 哎呦马子什么不健全 那时候都健全了 哎呦恢复到那个时候 大家就会那样喜 所以他 禁止 这个 这个原因 当然 有些导演 他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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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 仁义里自信 忽略 把这个 这个 风亭里头 这个各个朝代 各别的 这些 赴云 灭明 然后到了清朝 又赴明 灭清 然后到了明国 又赴清 灭灭 灭明国 反正就是东西的呀 前一个朝代 都有 残渣一种 在老是 嗯 做粒子了吧 做粒子 记得粒子 记得粒子 做不不错 做不错 容易让人家提个醒 这也是一个原因 容易 东京都仍容易 让习近平的对手 提了一个醒 哦 这样讲 哈哈 哦 别的吗 仔细就想到这 每天想起来一点 看看 当今的 一些报道 咱们就 评论一下 就看这个 人民报 表控 和 动态网 表控 基本上就 知道 当前 那些 年轻的 小记者们 都三十岁 他不知道这些 来龙其脉 就下心 哈哈 哈哈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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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